一,经历越多就越不想说话,环境的不同,想说的话别人未必能懂,也就慢慢学会了自己默默承受。 二,你尽量照顾每个人的感受,不想身边的人不开心,你总能发现他们情绪的细微变化,可最后被撇下的永远是你。 三,别把所有的委屈都照单全收,别总在暗里咬着牙独自逞强,别怕拒绝别人,别怕麻烦到人,别让你的善良伤造了自己。 四,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,也没人在乎你沾转反侧的要熬几个秋,外人只看结果,自己独身过程。 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,便不会再在人间矫情,自处诉说以求宽爱。 五,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,受了天大的委屈都不会吭声,但听到安慰的话,却会泣不成声。 别总因为迁就别人就委屈自己,这个世界没几个人值得你总弯腰,弯腰的时间久了,只会让人喜欢你的低姿态。 你的不重要,凡事都有度,低调过度会被认为低能,好人过度会被认为傻子。 七,退让带来的基本都是得寸进尺,别忘想能换来什么尊重和心疼。 八,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,你退缩的越多,向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,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,你表现得越卑微,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。 九,我承认我没那么坚强,这是以而再的逞强。 此生,只有有人在意,委屈才算得上委屈,害怕才是真的害怕,没人理解的委屈和害怕,便是矫情,多可笑。 十一,有时候我们明明原谅了那个人,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,那是因为你忘了原谅自己。 十二,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说,人紧了也就习惯了,不是所有的委屈都能倾诉,想通了也就释然了。 十三,最难过不是大吼,是痛得最深处喘不上气壮发抖,连累都被忍着。 十四,哭得不一定是最委屈的,而那个看似伶俐,多多逼人,沉默着,不去辩解的人才是最委屈的。 十五,因为他不屑辩解,永远想把坚强的一脸留给别人,而固执给自己亲。 十五,有没有人跟我一样,平时总是嘻嘻哈哈,什么都无所谓,但是当被遗忘在单人的角落时,才发现自己吃多余的。 十六,心裁软的人是很难快乐的,拒绝别人就像自己做错了事。 十七,看不见的伤痕最疼,流不出的眼泪最委屈。 心酸,一个人慢慢品尝就好,难过,一个人承受就好。 十八,你能无底线地原谅谁,谁就可以无底线地伤害你。 十九,其实,许多是从一开始就意料到了结局,往后所有的折腾,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三场的时间。 二十,我们最后都会笑着接受,所有的不慌而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贴近流点XYZ获取更多相关咨询。